短道速滑 冬奥会运动项目之一 19世纪80年代起源于加拿大 1981年传入中国后 因其迅猛的滑行力量 和独有的冰上竞速魅力 受到国人广泛关注 2002年 美国盐湖城冬奥会 中国短道速滑选手杨阳 勇夺双金 为中国赢得第一枚冬奥会短道速滑金牌 再获一枚金牌 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 中国女子短道速滑队 力压韩国队包揽下该届冬奥会 短道速滑女子的全部金牌 创下短道速滑时尚 首个国家包揽全部奥秘金牌的壮举 令世界为之震惊 国人为之骄傲 短道速滑女子1500名比赛 将冠一主 至此 短道速滑的热潮 席卷大江南北 更成为2022年北京张家口冬奥会 热闻三十之一 国人的翘首期盼 和习近平总书记的高度重视 冰雪运动一定要前面开展 希望赞助的身份 我们一定会撸起秀子 加油 短道速滑正用它特殊的竞技感和爆发力 向世界发出呐喊 为奥林匹克体育精神 在国际文明史里 打下不可撼动的一笔江山 中国队 李衍 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 运动员出身的他 早在1988年冬奥会 便两破世界记录 退役后的他 踏上了教练员之路 停滑啊 要走 在李衍的带领下 中国短道速滑队 屡夺世界冠军 并在2010年冬奥会 帮了所有女子组金牌 使中国短道速滑队 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强队 除了无数荣誉 李衍更为中国短道速滑队 培养一大批杰出运动员 奠定了中国短道速滑事业的发展 运动员们尊称它为 改变中国短道速滑历史的女人 五大镜 2014年索契冬奥会 短道速滑男子500米决赛亚军 2014年至2015年期间 两次蝉联世界短道速滑锦标赛 男子500米决赛冠军头衔 寒天宇 2014年索契冬奥会短道速滑男子1500米亚军 2016年世界短道速滑锦标赛 男子1500米冠军 及男子全能冠军 他们二人同其他短道速滑运动员一起 在李衍的带领下直面强敌 权力出击 是国人骄傲 更是国越在国际赛场上的王者之师 深呼吸 那些冰场上的追风少年 他们来了 天宇 你知道 你面对的强有力的对手是谁吗 我知道成绩在全世界 那是无人能及的 而且这次他们有国家教练带队 你们俩加级过得怎么样 挺好 感觉时间一瞬间就过去了 其实我觉得咱俩应该一开始的时候 给他们来个下巴位 到时候让两个都摔两脚 小小小 下午了 这个游戏里面 我可以告诉你们的经验 就是不断的叫嚣 你就是 可以吓一下他们 对 吓一下他们 想终结我们 不可能 但是今天你们遇到的 我们强劲的队友是跑进后面 你们能战斗吗 加油 yes 来吧 冠军 我们来了 感受体育魅力展现运动之美 欢迎收看浙江卫视大型励志竞技体育节目 来吧 冠军 Vivo X Play 6 趋平双摄 新旗舰 本节目由乐想非凡的Vivo手机 独家冠名 本节目由百万车主 智慧之选 Lexus至混动 特约播出 Vivo好 养味早餐 本节目指定养味产品 将中猴股排米星 欢迎到独家视频平台爱奇艺 观看节目完整内容 欢迎收看Vivo来吧冠军 有请节目总裁 何晟 功不公平 看我心情 超越自己 来吧冠军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Vivo来吧冠军 今天我们又再一次跟大家见面了 非常高兴 今天现场这么多热情的观众朋友 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我的四个非常可爱的小伙伴 他们是 黄俊杰 王倩 我们的欧阳嘉 梁信康 另外在观众席当中 还有我们非常可爱的吉祥物小V 今天的项目非常特别 我们今天第一次要挑战一个冬奥会的项目 那就是 短道速滑 相信今天我们的终结者队和我们的冠军队将会在这样一个冰场上展开一场非常激烈的争夺 好 接下来让我们请出最强王者贾乃亮和我们的全脑女王宋谦 帅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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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 好 首先呢 亮队长介绍一下 这回你的身份是 好棒 这回厉害了 我们接下来出场的团队将是冰上的王者 松花江畔的守护神 我们是颜值的巅峰速度与激强的代言人 我们就是冰雪一家人 而我就是冰雪贵族佳乃亮 我身边这位队长就是青岛的安娜 跟大家说啊 宋倩是从来没有划过冰 为了今天的节目 她练了好几天 一身都是淤青 本来呢 她已经心理障碍了 但是今天这个为了在节目上能够表现出 对这个运动的敬意 还是斗胆穿上了冰刀 但是亮队长 今天等于半壁江山 也不算垮了吧 她至少是站不稳的 对吧 那我们中介者队这次怎么办 话说得太早 因为我们还有我们中介者队强悍的队员 我现在隆重地请出我们的 香港界的 Elsa 这次我们的世界冠军 承词 公元 门 二人 一位 二人 一位 一位 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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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位 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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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看看 太美了 好棒 这个不是不公平 因为所谓隔行如隔山 虽然这两位是大家 非常熟悉的花样滑冰的世界冠军 但是对于短道速滑来讲 好像其实还隔了很远很远的距离 短道速滑对你们来说 以前接触过吗 没有接触 因为它是完全两个概念 因为我们这个冰刀 跟短道的冰刀 大家也看见了 完全是不同的 我们的冰刀比较短 然后前面也带那个高尺 然后短道的冰刀是比较长 这样它们有利于滑行的速度 而我们的冰刀 更利于旋转和跳跃 所以其实是不一样的两个运动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今天的冠军了 掌声欢迎 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 李妍 李教练 让我们有请冰面上的疾风少年 韩天宇 舞大劲 帅 帅 天宇大劲很好玩吗 好玩 我都输了 好玩 我还以为比如从我眼前掠过 结果他突然朝我过来的时候 我真是吓到了 来我们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冠军队 李教练今天带来的这两位年轻的运动员 在您眼中他们两个分别是什么样的特点 大劲吧 先说大劲 他们是2011年到国家队来的 他是短距离好一点 然后天宇是长距离好一点 在赛场上他们都是勇于争先的 所以呢 今天虽然这个节目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娱乐放松 娱乐放松 放松 等一下 等一下 他们来放松来了 我再快快叫嚣一下 我觉得从来没有 每一次的冠军多少都会给点面子什么 今天的终结者队也很厉害 我们将全力以赴 只有我们短到速化 我们是来放松来的 就赶快快快快叫嚣 不是给你们吹 东北有三大惹不起 喝酒不吃菜 光榜的带领带 亮哥滑冰八十曼 告诉你们 你们今天完蛋了 开始用这种心理战了 我的天哪 首先我们第一个环节 是通过我们的能力展示 让大家看一下 短到速滑的世界冠军 到底有多厉害 我们也感受一下 今天林眼教练带领的冠军队 到底有什么样的实力 一上来就直接说 我们轻轻松松 玩的就能赢你们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能力展示 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微博来报冠军 进入到我们第一个的能力展示 那大家知道呢 其实在短到速滑的这个紧张的比赛当中 常常要在弯道上要超越对手 那个身体会要压得非常非常非常低 对不对 对 那这个其实也是要经过很长时间 专业的训练 是 今天呢我们第一个能力展示 名字叫做红色警戒 场地的两个弯道处 放置连续的横杆 冠军需通过倾斜压低身体滑过横杆 若碰到横杆 横杆掉落 则展示失败 此环节展示了冠军极限过弯的能力 好 好 亮队长你要不要先试一下 你过两个就行 说实话我真觉得还可以 没有那么高 对于哈尔滨冰上贵族来说 我觉得应该很容易 你准备跪着过是吧 好 试一试好不好 我们有请我们的亮队长 我们这个冰上贵族 来体会一下我们的红色警戒 好 来了 他现在挑战的是80公分 加油亮队长 要慢一点呢 能过去吗 过去一个弯 他弯下腰了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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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摔了个屁股大啊 好 第一个倒了 亮队长也倒了 你没事吧 没事 非常完美 好难啊 这你倒了这么低啊 我知道亮哥是在给我们做一个 第一次的错误示范 不能这个样子 是吧亮哥 我决定不要再试了 因为根本过不去 有点难 好 我们冠军队派出谁来挑战 我们目前的这个80公分的高度 好 我们天愚已经准备好了 来 好 好 来 注意心理节奏 不要害怕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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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哇 哇 好帅啊 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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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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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么滑 没错 就是这么滑的 还不错 可以 太高了 没意思 什么 太高了 没意思 他行高 我想问一下教练 他们在这个转弯的过程中 手会伏地 但是这个其实包括力道 也是需要考究的 因为如果太用力去伏地的话 会减满速度 对不对 所以其实只是 轻轻地滑过地面 是吗 他们刚才滑的这种动作 就是一个技术练习的动作 跟比赛的那种角度 力量还差了很多 太谦虚了 还差很多 我们也觉得很厉害了 刚才 天宇说 太高了 没意思 到65公分好不好 来 好 来 天宇 那现在我们天宇要尝试 65厘米这个极低的一个 高度了 这有点难度 有点难度了 对 因为刚刚这个动作 对于我们的运动人来说 是非常新的一个尝试 已经达到极限 遇到了 我们下降时 我们下降时 直接淹没水 下降时 打开 一盏 着 看 太美了 下来 教练好新闻 因为李教练知道这个难度 因为他跟平时的动作要做调整 不能完全用平时那个训练的动作 对不对 因为他有柱子在那挡着 所以他的手是没办法施展的 对 好 刚才是我们看到了我们运动员 在过弯时候的这个身体的控制 那接下来进入到下面一个的能力展示 来吧 冠军 廖世如神 冠军要场地滑行一圈后 冠军需要精确估算自己滑行的时间 以此来展示 冠军对自身滑行速度的掌控能力 欢迎各位进入到我们第二个的能力展示 那接下来我们的这个冠军的能力展示 叫做廖世如神 这个我跟我们的导演反复确认了三四遍 他都说我们的冠军能够做到 但我觉得不太可能 所以我们就录着 要不行的话我们就不播 好吧 我们接下来这个廖世如神的环节 我们的冠军要做的是 准确地预估出自己滑行一圈的时间 据说能非常地接近 对 因为他们每天在训练的时候 他自己的角度 用力程度 他都知道用什么样的速度 能够超越什么样的人 但是今天因为我们现在有这么多观众 然后旁边还有中学者队在旁边起哄 这个会影响到他们的对速度的判断吗 试一下吧 试一下 主要我们亮队长实在太能诈呼了 我们会要请一位冠军 提前写出四个圈自己会花的时间 那四圈就韩天宇来吧 天宇来是不是 好 我们把我们的题板拿下来 请天宇帮我们写一下 写完之后你把它盖上 我们不看你 我们不看你 你自己写 好 现在我们聚焦到 刚才天宇已经把自己的四圈的成绩写上去了 这是他预估的成绩 还记得吗自己 记得对不对 我再给你增加一个难度 不好意思 我现在要请我们的倩队长 更改你第四圈的成绩 所以到第四圈的时候 你要按照倩队长给你提的时间来花 那我能知道吗 当然 这又不是个算命的节目 好 来 我来 我刚才看到我们天宇写的是9秒5 9秒5 我给他来一个 3秒 3秒 我要 1 1 1 这个难了 这个快不是很难 反而就是刚刚好中间就是 而且特别是速度上去之后 你还要他控制 刚才天宇写的是9秒5 倩倩更改了时间11秒 可以吗 可以 这个算非常为难你吗 有点难 有点难 因为他划的9秒5 从9秒5一直下到11秒 这跨度太大了 对 那么我们请运动员到我们起始的位置 同样交给我们的取裁判 Go to the star 准备 好快 好快 那坐 好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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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圈 好运动员 他有点速 好帅 好 非常好 你这是流泪了 自己感动苦了 咋去了 太激动了 淫风泪嘛 淫风流泪 刚刚比赛的时候是戴眼镜 那个护目镜 对 好 天宇 你觉得你能够四个成绩里面 预估对几个 我们这样我们也差不多在个 只要在一秒之内 0.5 0.5是吧 那我们首先 请取猜判 公布 天宇第一圈的实际成绩 第一圈的单圈成绩是 11秒53 我们来看一下 天宇对自己第一圈的 之前他自己承诺的速度 5 10 10 1秒 5 10 1秒 5 0.7秒 不是0.3秒 0.3秒 0.03秒 太惊人了 厉害厉害 来 掌声给他 取猜判 取猜判 请为我们公布 天宇第二圈的实际成绩 第二单圈的成绩是 9秒14 9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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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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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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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天宇可以滑到11秒 我们请取裁判来帮我们公布一下 他实际上最后一圈的速度是 最后一圈的单圈成立是 最后一圈的单圈成立是 11秒10 这已经是非常准了 非常非常惊人 对不对 看到我们的冠军那个全方位的能力 厉害厉害 来 掌声给他们 好 中介者队不要气馁 我们今天冠军队绝对是非常强 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有锦囊争夺赛 我们通过大规则之外 再继续争夺锦囊 将会要确保我们今天终结者队 能够有机会和我们的冠军队来抗衡 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 马上进入到我们的 锦囊争夺赛 超越自己 超越自己 来吧冠军 欢迎各位来到 Vivo来报冠军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 第一个锦囊争夺赛了 一个锦囊争夺赛叫做 抢夺制胜点 锦囊争夺赛一 抢占制胜点 冠军队和终结者队 分别派出五人参加 有一名选手负责推人 把自己的四名队友 先后推向指定区域 最终离指定区域中心点 最近的一方获胜 好 那么大家注意到 我们现在冠军队呢 只有我们的李教练 还有大静和天宇三个人 所以呢 我会派出我两个 非常得力的仲裁助理 我们的王倩和俊杰 加入到我们冠军队的阵容 冠军队 你们的推手是谁 吴大静 好 来 大静作为推手 主席者队 我们的推手是谁 童剑 好 我们叫剑哥 好 好 好 首先是冠军队 继续了 好 两位队员 在短道塑滑的接力赛当中 无数次默契的合作 现在要准备在制胜点上 进行决主了 来 好 不能超线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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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了 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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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关于欢迎你 哎 关于是 你 你不是说欢迎的 你是妹妹 来啦啦啦 刚才天宇被推过去的时候 我们仨就看着他过来的时候 看了我们一眼 特别绝望 等一下 我跟中间者队商量一下 我们能再给伍大静一次机会吗 这也太离谱了 好吧 我再给一次机会 大气 来 顾川的武功 双方队队员请就位 来了 正式比赛现在开始 加油 史丁腿 够了 好了 好了 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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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很好 不能动 盘腿坐在下面 把你的不 being长腿给我收起来 好 不老猫 当然不能阻挡对方 好 那现在双方都是 选择了自己最默契的搭档 作为首发的运动员 现在头剑推的是庞青 别的使劲 使劲 好稳 天哪 好成功 好成功 非常的成功 下一把再稍微用点力 也许庞青会被顶到最中心的位置 那现在我们看到冠军队有压力了 加油 大金我觉得还可以再轻一点 这把不要轻给创出去 不好意思 准备出发 我觉得这次我担心有一个机会 就是用王倩 把庞青给顶出圈外 刚好 现在王倩一下占据了最有力的位置 而铜剑现在非常尴尬 因为他如果想要占据到中心点的话 不但要越过自己的队员 还有对方的王倩在路上挡着 而天宇就是个路人 天宇在最远的地方看着热闹 要通话 没有 没有 没动 河老师我们有个非常好的战术 我们看一下你们的战术 好 我们要把天宇转开 再把我们可爱的助教王倩 再转开 我来了 大了 带了 过了 过到了 天宇 你好像离中心点 好像近一点了 对不对 有没有指望 随着一个一个人过来 你最后被撞到中间去了 有可能吗 几率有点小 几率有点小是不是 好 现在轮到冠军队 你不要动 前面那个 够了 够了 有机会有机会 够了 够了 有机会有机会 往回弹一点 现在俊杰 王茜 宋茜三个人 形成了一堵墙 完了 对于终结者队来说 非常的有难度了 大家 进场了 非常的有难度了 非常的有难度了 这位运动员 机长太使劲了 你蹭太多了吧 你可能明明没有在这里的 他太使劲了 机长 机长是机的 不是 他给我机长鸡 他使劲了 他不是故意的 对不对 不故意的 不故意的 把腿收好 有些小朋友屁股不要乱蹭 好 现在 张伯芝即将出发 重点 好 速度非常快 好 好 好 大力的撞上去了 撞上去了 都不要动 都不要动 拉你的手拉着他 现在 两个小朋友赤裸裸地问回 他拉我 好 倩倩你那屁股 你现在眼睁睁在我面前蹭 你跟我回去 各位 我举报一下 今天的运动员非常难控制 回来 倩倩 其实你不用动 你不用动也是最近的 接下来 双方都只剩最后一名运动员了 哇 李教练 看起来好有杀气 往后再一点加速 往后再一点 够了 够了 老师 战免 王教练 好来了 玩具有危险啦 恐惑有危险啦 时间错了 这一� 拍张力 来 来 我还在中间 随着李教练的一番撞击 就目前来看 宋倩依然离中心点 比俊杰稍微近一点点 但是好 来 我们还有最后一位 我们想好了 我们的格局是 我们创博之推倩倩 倩倩撞到我们的王岩教练 站在中心位置 而我可以作为犀牲站在这个地方 倩倩不仅可以推到他 反弹到我们的俊杰 把俊杰弹出中心点 完成 就这么完美 队长 亮队长 你听我说 你只要不爱到他们任何人 你们就赢了 这么回事 这么简单 你不要动 我就是最劲的 来吧 我们看一下 最后的一个运动员 你一定要 一定要 你一定要要等着他 看别是发跃发大了 撞下来了 你用来推回去 我靠你了 贾乃亮要出发了 出发了 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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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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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快 对不快 完不完美 毫无疑问现在宋倩 在整个舞台的最中心 祝贺我们的终结者队 拿下了第一局 祝贺 祝贺 不是 不是 我发现 终结者队 你们非常有可能 取得冠军 在冰湖这个项目 你们好厉害啊 这个 你们每一次说的那些 我都觉得 怎么可能我打到这个 打到那个 你们都做到了 都做到了 对啊 真的 虽然我穿冰刀 我站不起来 但是我这个我赢了呀 我觉得你赢就赢在脸皮够厚 你赶在仲裁面前一直不停地蹭蹭蹭 我们祝贺终结者队 赢得了我们第一个锦囊争夺赛的胜利 来 掌声给他们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请终结者队去拿出 属于你们的第一个锦囊 好不好 拿走 好 这是我们赢得的第一个VIVO EXPLAY 6手机 我们看一下这一次的锦囊 背道而驰 变形金刚 一枝独秀 我跟你们讲 这三个锦囊 特别是后两个 极其有用 极其有用 我从这都能看到 这个屏幕的字 对 因为我们这是一个曲评 所以360度是清晰无死角 我们的VIVO EXPLAY 6 祝贺你们拿到了新的一个锦囊 祝贺你们 好 今天 我真的为我们冠军捏一把汗 但是 我也知道我们的终结者队 在接下来比赛当中 依然面对极大的考验 正式比赛分为三局 终结者队只要赢得一局比赛 就能够获得冠军 我是哪 有得玩 打得也赢一赢 打得也赢一赢 那接下来双方进入自己的备战室 进行战前准备 我们待会儿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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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他们那个整个艺人团队 好像争强耗盛这个心 不比运动延差 总是想取得好成绩 再让那个眼睛都好像就 那个什么什么冒火 我觉得我们这一次比赛 我觉得应该势赛必得 跟冰上女王冰上舞者冰上贵族闹呢 对啊 必须要赢 好吧 看一下 为什么 看下大规则 看看 短道速化正式比赛规则 正式比赛一 大小差异赛 正式比赛二 障碍赛 正式比赛三 双倍距离赛 我觉得可能第三个比赛 可能对咱们来讲优势最大 就是我滑了肯定不会输给他们的 旁青的会输一点 对 对 然后咱们再挑个适合这一局比赛的技能 咱们看一下正式比赛的规则 看他们怎么玩 大小差异 这个问题 这个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就是他跑小车上发大圈 对不对 他里面会用几囊 你知道 他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用 有一个什么童年的回忆 不知道 我觉得这个节目组挺有意思的 他那个变成前方不是好 我觉得你们身上只要移用锦囊 我觉得你们主管赢的肯定 冰雪一加人队一定能取得胜利 一生之前我们来补充点能量 来 来 加油 加油 我你说喝人养胃 江中米西 绝对养胃 真的 我能补充能量了 没问题 你喝完了给我留点 好 还有咱们自拍吧 对吧 片 超越自己 来吧 冠季 欢迎各位来到Vivo来报冠军 马上就要开始我们的正式比赛了 在正式比赛之前为大家介绍三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是我们本场比赛的裁判 首先介绍本次比赛的主裁判短道速度滑冰国际裁判曲立老师 以及我们的两位副裁判高明王伟 而接下来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两队运动员出场 中坚者队和冠军队来到了赛场的中央 我们注意到中坚者队倩倩在大家的帮助下 也成功地在冰场上滑行了 很棒 从能力展示到井囊争夺赛 都洋溢着一种浓浓的非常有趣的气氛 可是接下来我注意到我们的冠军队表情相对要严峻很多 因为正式的比赛即将到来了 我们来首先问一下我们冰上一家人 到底此刻有没有信心 我会使出我的全力 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冰雪一家人 什么叫冰上艾奥萨以及泰坦尼克 和冰上贵族的能力迎接挑战吧 迎接挑战吧 好多话 好 我们的冠军队有什么想说的 亮哥别看你说这么多 你等着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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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六年的小孩不自量力 江还是老的啦 好 马上进入到紧张的比赛 比赛一共有三局 第一局的正式比赛 大小圈差异赛 我们的第一局马上开始了 真的是冠军与冠军之间的较量啊 我们来为大家介绍 外圈赛道的选手是 拥有速度和力量的疾风少年五大镜 而内圈赛道的选手 是我们的跨界冠军 世界花样花瓶的冠军 铜剑 我们交给裁判 开始 开始 体拥景分 什么体能 现在旁清理 先旁清理 我们穿正常的冰球服不行吗 非那个守门员的让他穿 我们赢了 我们赢了 我们来吧 我们走一个方向 本线运动之美 欢迎收看浙江卫视大型历史竞技体育节目 来吧 冠军 Vivo X Play 6 屈屏双摄 新起见 本节目由乐想非凡的Vivo手机独家冠名 本节目由智慧抉择冠军之响 Lexus至混动特约播出 看上智能 看上品质 节目指定互联网电视 看上一台听话的电视 Go to the star Ready 比赛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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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看到佟剑在小圈 所以有一定的优势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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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佟剑一个亮相 哎呀 佟剑一个亮相 佟剑一个亮相 小鲜别受伤 现在五大镜速度非常的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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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心非常的多 帅 帅 帅 但是大家注意到 目前中介组队没有使用紧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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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 帅 帅 漂亮 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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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名 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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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pe 帅 帅 說 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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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伸背四百个气球滑行全程 速度越高 气球的脱力就越大 会对我们的运动员造成极大的干扰 是 所以我们要特别跟我们的天宇说 注意安全 那现在我来为大家介绍外圈的赛首 是我们世界冠军韩天宇 加油 内圈赛道的选手 同样也是我们的跨界冠军 我们的世界花样滑冰的冠军庞庆 世界加油 这一次我们终结者队有希望交给裁判 开始 准备 第一名 加油 这个气球同样对庞青造成极大量 加油 现在庞青李仙 还有坏主力的 对 加油 这是好大的阻力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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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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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加油 金姐加油 气球太吃力了 我要赢你啊 金姐加油 我还要赢了 你好难啊 好 现在天宇非常吃力 这个气球在冰冰上 加油 形成了极大的脱力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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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力气 ¡Ai! 0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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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42426262646262627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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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7222 sujet,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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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棒了 太棒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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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io 你太好的 太好玩了 太不容易了 辛苦了天宇 好我们这一局是终结者队拿下了 我们祝贺终结者队 太累了是不是 累死我了 以后训练有这方法了 这个可以 我对不起你 你们教练好像学会了 他刚才已经开始在手机上下单买气球了 对 有独立的训练方法 特别好 这个可以做我们一个 独立的训练方式之一 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三局 第三局非常关键 因为目前双方战成一比一平 我们首先看看冠军队是不是 这回又得轮到大劲了 因为刚才天宇好像体力消耗非常大 是 那亮队长我们要派出的是谁 我们派出我们的冰雪女王 张博芝 完美 艾奥斯 艾奥斯 博芝 加油 如果这局赢了我们就赢了 对 所以可以用景良吗 也可以 你让队长给你用你还自己Q队长 好我们看看有没有锦囊可以用 给博芝姐肯定要用 什么锦囊 用这个 变形金刚这个规则的意思是我们的冠军 要身穿冰球服滑行全程 我们穿正常的那个冰球服不行吗 非那个守门员的让他穿 他腿都弯不过来的怎么滑 他普通的冰球的运动员的衣服已经会增大很大的阻力 现在是守门员的衣服 他连弯都弯不了 我认为这次比赛是挥着五大镜 终生难忘的一次比赛 所以你加油吧 大镜尔闲得你的头特别的小 好 两位运动员已经就位了 我们看到外圈赛道的选手 依然是世界冠军五大镜 加油大镜 而内圈赛道的选手 是我们的花华女神张博芝 加油 加油 来了 交给我们的几率操判 去开始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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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大镜 大镜加油 现在我们看到 大镜一直在用他的臀部 好 好 加油 好 加油 他还是在领先 但是因为他外圈 他在外圈 好萌 太Q了 难怪见了 他自带好Q 博芝也非常的快 加油 加油博芝 快 休斯了 翻圈 真有点 真有点 他在中间还在跟自己的队友互动 张博芝加油 加油博芝 休斯 两圈到了 差一点加油加油 博芝也通过了终点 绝对没想到 绝对没想到 好帅 博芝也很棒了 太酷了你 你这个太Q了 大静 你特别像一堵灵火的墙 好 祝贺冠军队 祝贺 大小圈插一赛 冠军队 冠军队拿下了比赛 那么也同时给终结者队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警告 你们有锦囊 他们有实力 所以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 我们请终结者队继续加油 好不好 加油加油 进入到我们第二局的正式比赛 障碍赛 终结者队即便使用了锦囊 依然输掉了第一场比赛 那么在接下来的第二场障碍赛中 冠军队能否凭借超强实力 乘胜追击 终结者队又能否利用剩下的锦囊 合理布局 最终战胜冠军队呢 比赛共滑四圈 冠军队一人出战 终结者队四人轮流出战 每人分滑一圈 冠军滑行过程中 需单脚绕桩 通过场地中的S型路障 终结者队不用通过路障 率先到达终点的一方获胜 这个每一圈都要过这张 真是有点难 那大家知道 这个一方面提高了技术难度 另外一方面 每次接近路障之前都必须要减速 才有可能保证动作的准确性 我们要使用锦囊吗 这一次 来两个吧 来两 第一圈用这个 请注意第一圈 使用的锦囊叫一枝独秀 冠军需单脚滑行一圈 可以吗 可以 很自信 这个第三圈用吧 第三赛圈的时候 夹然而止 冠军需要急停一次 一直在笑 完全没有那种 你们要急停一次 完全没有一直在笑 一点都没有被吓到 笑到最后才逍遥 好 等着吧 好 我们来问一下我们的冠军队 这一次我们要派哪一位运动员 来挑战这个障碍赛的考验 嗯 我输转 好 双方运动员请下场 加油 好 好 现在亮哥跟天宇之间正在进行一些较量 好 好 现在各棒已经排到位置了 特别要提醒天宇 第一轮您只能用单脚滑行 来 交给我们的取裁判 看前面 去拍攝 这次演讲 转称 好 好 快再拍 快转称 击三 好 很 OK 冠军队第一圈 加油 加油 你快点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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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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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亮哥小心 三角都赢过了 江南亮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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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同样是单角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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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好棒 加油 现在庞青有优势 终结者队第三圈 好 红剑出场了 有机会 我们终结者队非常快 要有个急停啊 等一下要有个急停 接停 尽停 终结者队 终结者队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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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制好一点 快快快 加油 晶瑶 加油 加油 晶瑶 加油 趴在晶瑶 现在脖子 差一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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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脖子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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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做得很好的 只不如说我们更棒一点 那我们当然要用去拿 冠军队 第一圈 有机会 他们在第三圈跑完之后 在第四圈的时候 进行了一个胶军棒 赵燕 赵燕 军园 小心 大致所趋 雷克萨斯智混动 提醒您下节更精彩 在成就非凡的路上 当你找到热爱 每一步都将是乐趣 Vivo X-Play 6 趋平专业及双摄 乐象非凡 以为到达终点 发现旅程才刚开始 全新集聚 征服味吃 至永上市 东风日禅 烹饪的秘诀在于上心 这也是麦当劳新厨的秘诀 百分百新西兰和澳洲牛肉 是我要的品质 芝麻味增酱 奶油坚果酱 大胆壮味 松 鲜 滑 脆 层层美味 对细节的上心 麦当劳新厨系列 上心成就星级美味 无所谓光线 我只关心一览无疑的视线 率性有理 新奥迪A3 2016年 加多宝凉茶 再次全国销量遥遥领先 配方正宗 当然更多人喝 怕上火 喝加多宝 今天 人类历史又将写下新的一页 哥就各位 我准备彩了 儿子 你缓情登录在哪看 我用手机帮你远程操控一下 远程操控 自在随心 看上电视 一台听话的电视 唯一能征服自己的路 叫庆祝前路 传奇GS8 为征服而来 广记传奇 当我决定走进内心 敏锐 超越 挑战 将带我走得更紧 大致所趋 雷克萨斯 智运动 Lexus 感受体育魅力 展现运动之美 欢迎收看浙江卫视 大型历史竞技体育节目 来吧 冠军 Vivo X Play 6 趋平双摄 新旗舰 本节目由乐想非凡的 Vivo手机 独家冠 优优优独播剧场 Vi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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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他在进阅 先扑着 差一点 差一点 Vi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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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 太精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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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好 真的只差一点点 对 我觉得我们队员呢 今天我们在上场之前就觉得 赢的这个概率不太大 因为你们的锦囊太多 但是没想到我们这两位队员 能够这么出色地发挥 难道终结者对运动员的实力 就完全不能被提到一下吗 你刚才只提了他们有锦囊 你没有提他们的实力 让你们有一些紧张 我 我觉得 我想说一下终结者就是对我 非常勇敢 真的 你们做得很好的 只不说我们更棒一点 何老师可以不用再 让我们的教练说话了 我已经深深受挫了 在大规则和锦囊的双重限制下 冠军队依然有惊无险地战胜了终结者队 大比分战成了2比0 接下来最后一场的比拼将至关重要 终结者队能否利用最后的锦囊 逆转战况 冠军队又能否傲视所有障碍 继续捍卫王者荣耀呢 那么目前场上比分2比0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的终结者队只要赢一局 就可以拿到今天的冠军 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轮的正式比赛 双倍距离赛 冠军队派两人出战 终结者队派四人出战 终结者队滑行四拳 冠军队滑行八拳 最终率先到达终结者队的一队获胜 欢迎各位进入到我们今天Vivo来报冠军的 最后一轮的正式比赛 最后一轮叫做双倍距离赛 终结者队只需滑行四圈 冠军队需要滑行八圈 加油 我听到了观众 我们要不要提前庆祝终结者队的胜利 我们赢了 我想问一下李老师 还有胜的可能性吗 他们滑四圈 你们滑八圈 如果不用锦囊的话 有机会 那用锦囊吗 那我们当然要用锦囊了 我干嘛呢 实话实说 把锦囊拿出来看你们要用 为了公平起见 我们四圈里面用两个锦囊 就用第一圈用这个吧 笨鸟先飞 一人可以率先滑行三秒 好 接下来 这个是背道而驰 可以用在第一圈还是用在 他们用第一圈 用第一圈可以吗 好 好 各位 我们来分析一下场上的情况 目前是终结者队只要滑四圈 而且提前三秒 冠军队要滑八圈 第一圈倒着滑 我们来看看到底冠军队能不能 继续创造奇迹 加油 各位 请注意我们最后一轮的正式比赛了 双方运动员请入场 还是挺紧张的 我好紧张 你看见过当我比赛就是这样的状态 这样的比赛 来 一二三 加油 既有大集体又有小团队 我们也谢谢场上的观众一直在支持我们的双方运动员 好 我们交给裁判 请注意是间隔出发 第一枪是终结队先走 开始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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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安排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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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拿进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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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会 我们终结准备非常快 有机会 有机会 终结者队第二圈 冠军队第二圈 冠军队第二圈 加油 加油 他在军援 现在坟出来了 坟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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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加油 坟出来了 坟出来了 加油 加油 冠军队第三圈 小心 小心 注意安全 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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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起来了 好 加油 他们在第三圈跑完之后 在第四圈的时候 进行了一个交接棒 加油 他们要比赛了 冠军队第四圈 加油 加油 李加油 博士加油 博士加油 加油 博士加油 终结冠队第三圈 冠冠队已经划完四圈了 冠军队第五圈 他可以倒完了 他可以倒完了 同志也可以倒完了 冠军队第六圈 加油 加油 终结者队第四圈 远一点 走 冠军队第七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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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冠军队第八圈 Чер 표현 加油 冠军队滞 加油 大家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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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帅了 太帅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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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 天哪 我怎么感觉他们在比赛 真的像在比赛 而我们的终结者队也表现非常的出色 来 掌声给他们 我们赢了 你们非常棒 非常棒 挑战自己的 来跟我们一起庆祝这一快乐的时刻 胜利了一刻 没有你的鼓励 我们也不会有今天这么好的成绩 太棒了 中国短道速滑 加油 加油 对于冠军队来讲 要跑两倍的距离 还有晚三秒出发 第一拳还要倒滑 确实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是他们没有气馁 他们表现出了非常非常惊人的在赛场上的潜力 谢谢 何老师 我真的想说一句话 非常感谢你们这个节目 让我知道了 我们的队员也有这样的潜力 另外我特别想说 你们每一位终结者的成员 真的是很拼 虽然是异余的 但是表现的精神是专业的 太棒了 祝贺我们的终结者队 终于拿到了我们来宝冠军第二季的第一次的胜利 太棒了 你们很棒 非常棒 我们的终结者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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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辉煌的成绩 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的冬季项目 让更多的人体会到我们短道速滑的魅力 希望我们能把我们冬季项目来推广出去 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然后也有更多的人来关注 或者是观赏我们的冬季项目 来 用我们的VIVO X-Play 6 手机来合影 中国短道速滑 VIVO 加油 超越自己 VIVO 冠军 VIVO 冠军 我们下周再见 今天我们要挑战的是跳高 我们有请双方运动员入场 连哥 今天承受特别屈辱的结果 高耸入云的一个跳马 那也没有用 赢不了我们 我说了 打打打打 在看我们 打赢 重点 欢迎登陆 通讯视频 搜狐视频 乐视 爱奇艺 观看独家完整节目视频 欢迎登陆栏键下官网 新兰网 微博新浪娱乐 腾讯娱乐 搜狐娱乐 网易娱乐 凤凰娱乐 新浪体育 搜狐体育 网易体育 虎股体育 人民网娱乐 新号网娱乐 光明网 国际代线 中国娱乐 中国青年网 粉丝网 大公网 了解节目相关资讯 下载腾讯新闻构端 网易新闻构端 凤凰 凤凰新闻构端 新浪新闻构端 今日投赵客五端 一点资讯 萨克尔等平台 获取更多节目信息 感谢手机百度百度 T8百度百科 兴趣不乐 听听音乐 酷我音乐 每拍小发笑秒拍 青天FM 天类 黑格快手 滴滴出行 搜狗输入法 用中国移动新闻早板爆发 来吧 一个人都是生活的冠军